依然欧阳靖与妈妈儿子近年定居在台南 经常透过社群分享一家人的生活点滴 日前他透露儿子心脏感冒了 因此决定带小孩入住度假饭店 然而去遭到部分网友批评 对此欧阳靖赶紧删文并另外发文道歉 他解释虽然儿子只是小感冒 但因为担心待在家里会传染给妈妈谈爱珍 也不想到学校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 才会决定带孩子离开家里 躲到能够保持社交距离的地方 也就是度假饭店的房间 欧阳靖强调在这段期间 没有让儿子接触到任何大人或小孩 逛夜市的时候除了吃东西 有暂时拿下口罩 其他时候都好好戴着 他坦言生病就该待在家 不应该放小孩出去害人 但可能是有出门偷气的关系 心脏的感冒一天内就痊愈了 因此希望大家在户外遇到他们 不要觉得恐慌